好,今天我们要做 Snowberry Oreo Cheesecake 首先呢,把那个Oreo饼 的馅料拿出来 只是要这个饼而已 然后呢,就把这些Oreo饼 放进Brender里面 打碎 应该可以打碎吧 好,我们试试看 好,我们就用Brender把它 彻底的搅粉、粉、深碎果 第一次用Brender来 打饼干 好,我们看效果如何呢 过了 变成好像美洛粉这样煮 自己在那边弄搅的 都没有酱粉 是咯 可以从美洛喝好了 这个 好,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变成了粉状了 OK,粉状 现在我要煮Butter 搅 煮Butter把它弄融哈 变成水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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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reo OK,粉状的Oreo OK 好,终于把这个Butter 牛油给煮融了 变成液体状态了 OK,然后关了 把它倒下去 倒了 倒了 好,现在呢 就把这个 牛油呢 哎呃 哎呦,真的啊 OK,现在把这个牛油倒 很多人倒进去啊 嗯 OK,牛油倒进去 Oreo饼粉里面 然后呢 就 搅混它 这里一大块耶 油 跟它 把牛油跟Oreo粉 混合在一起 混合均匀 嗯 是啊,妈妈嘛 妈妈做cake啊 开开开 OK 就把这个 呃,混好的放进冰箱里面 要放多久哦 放到那个creme cheese条完 才拿出来 嗯,OK 好 先是介绍食材 来,这个是玉米粉 15g 这个是糖 60g 啊,不很甜 60g 然后这个呢 是 呃,cream cheese 250g OK,好 还有什么材料呢 OK,还有 两粒鸡蛋 三碗 以及大概 十几粒 14粒草莓 好像牛奶 80g 牛奶50g 好 100,0002米 5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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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放了两鱼蛋 我现在放军米粉 最后一个粉 军米粉 找军米粉 找军米粉 放在一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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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时呢 你要把这些草莓呢 切成片状 切成一片一片的 好 接着呢就把草莓一片一片的 摆在 这个磨碗 这个铁碗 就是磨啦 在两旁 两边 让它贴着 铁碗旁边 粘起来 这是一个装饰的 草莓其实是一个装饰 看起来 比较好吃 嗯 嗯 OK 好 现在呢 把这个 cheese cream 倒在这个碗里面 它有放不满耶 所以我草莓有一个 全都贴着 OK啊 好像皇冠啊 不会啦 特别啦 然后上面就 贴草莓啊 反正是 反正是 红丸有谁穿草莓的 所以没有混进去啦 那草莓 有啦 这里切成小块嘛 哦 那大的放在上面 哇哦 然后把一些 草莓呢 草莓丁 草莓丁呢 就丢进去 就和那些cheese cream 丢进去 所以呢吃起来呢 就有草莓的味道 甜甜的味道 小心啊 热啊 来来来来 好像还没浴热的吗 有热没有 热了 喂 要个手汤 喂喂喂喂喂喂 好 现在呢就把这个 起司 放在 一个装着 水的容器上面 没有什么 这么充水 加日啊水日 保湿的 哦 ok 烘烤大概160度 对不对 多久 一小时 一小时 160 14度 烘一小时 好 我们一小时后见吧 哇 一个小时后 哦 嗯 好 香喷喷的 好 现在放冰箱呢 放多久呢 两小时 两个小时 ok 好 让它冷却 大概45分钟过后呢 我们就把它放入冰箱 开 来 冰箱开不到 嗯 没有熟 换你 ok 我们要放大概 两小时 好 我们两小时后见吧 ok 两个小时冷冻之后 这个 大功告成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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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可爱的 哇 切一片看看 嗯 它下面哦 就是这种 这种坑哦 它的那个 Oreal 嗯 嗯 嗯 ok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 作品 Storberry Oreo cheesecake 不我看你那鲜 ok啦 不错啊 很香很香那个 买上看那边 买上看那边 买上看那边